重大人事变动,姚明卸任CBA董事长,真音曝光,亲口回应,球迷致敬,大家好,我是詹妹,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南来,北京时间5月25日,CBA官方发出重磅消息,中国南协副主席徐继成取代姚明成为CBA董事长,而此前的CBA董事长姚明不再担任这一职位,这则消息一出,引起球迷非常大的讨论,目前中国队在2023年有着非常重要的任务,现在正在欧洲进行日身赛,接下来会准备 亚洲杯比赛,还有就是为了奥运会,世界杯的名额,再去努力,而南来这边同样已经进入世界杯,对于接下来正赛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,姚明作为CBA董事长在2017年接手,到2023年也付出了非常多,所以说目前CBA能够发展的如此迅猛,离不开姚明的努力 目前CBA其实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,包括此前新疆队退赛,让游明处在风口浪尖上,质疑姚明利用CBA去谋取私利 同时呢,现在CBA联赛,有很多球迷质疑裁判的缺乏尺度,利用外援的情况,都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但是这些情况,不是姚明一个人能改变的,CBA联盟毕竟是商业联盟,有很多老板在商业的东西参与其中 姚明也想去改变规则,但也需要时间,纵观这几年,姚明做出的贡献,还是能够让人竖起大拇指的 他也多次担任领队,代应中国篮球去海外出征,不管是男队还是女队方面,成绩又上了一个台阶 而对于国内的CBA日常事务工作,姚明也给出自己的抉择,他本人希望脱离CBA日常管理事务 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蓝鞋的日常工作中来 所以说我明显感觉到,分管CBA相关事务,包括一系列的事件,也让姚明分散了注意力 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刻去放弃CBA的头衔,还有一些职务,愿意全身心的去投入到蓝鞋工作中 从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出来,姚明真是非常无私贡献的人 当初他在NBA回归之后,利用自己巨大的人气,完全可以去自己开公司做训练营 根本不用这么努力,但是他还是有篮球情怀,希望帮助中国篮球进步 所以说也是在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,如今姚明也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中国篮球的事务上来 也是真心的尽心尽力的付出了 作为球迷来说,我们真的非常敬佩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一期视频